請注意,此影片含粗俗用語,不適而而同及而打爛鎮人士觀看 此影片絕非廣告,自費的屌理 幾年前接了個廣告,客人送了一部職業水機給我 因為那時沒有位安置它,放了一年才開來用 用足三年,它終於都壞了 不要說出熱水,是病到連水都不曉得出 每天針4-5-6升水,加上萬梯母定期洗機 這麼粗法,我覺得它壞都很合理 打算拿去做,但喪飲暖水的我,沒有它真是很不方便 買一部新的應該會快過拿去做很多 還是快快手挑一部新的回來才算 有不少電器都給你暖水 電熱水煲,電熱水壺,直飲水機和即熱水機都做到這件事 今次說的只是不用裝,不用搏水後的即熱水機 貪去一買就用得,又不算浪費電 水不會滾完又滾之餘 還會一按就有適合溫度的水,不用混 多心急都好,這些想著常用的東西 下手之前當然是到處按下選擇 本住你每個月換濾芯,去生意就長做長有的策略 現在不少新機都有過濾功能 我本身正在用濾水壺 也很老土地認定水只是過濾芯,沒有滾過,不能喝 反正水都會濾過煲過才倒入水機 所以有過濾功能的機我就不考慮了 大部分即熱水機除非按100度滾水 其他溫度的水基本上都沒有滾過就出給你 有過濾功能的即熱水機可不可以直接入生水 好看廠怎麼教 你自己對濾芯幾有信心 還有你信不信得過你洞流的水喉 我就不敢幫你決定哪部機入生水都喝得過了 除了出暖水熱水之外 現在還有些機出到凍水 我的雪櫃有製冰功能,長期都有冰 對我來說,多給幾個為了杯不是經常喝的凍水好似有些按鈕 如果你喜歡喝凍水的,這些一按就有凍水的機 對你來說就可能很爽了 現在水機返南 無論你叫得出名,還是名字錯到讀不出的濕溝牌子都有出水機 對功能要求不高的真是幾便都有 我自己就覺得水這家東西日日都要喝 就算部部都是大陸做 有沒有牌子都是那堆OEM東西來 不過我好老套的覺得,買些大小小的牌子安心些 始終哪日說的家出事的,大牌子被人拿去驗的機會 怎麼都帶過雜牌先啦 至於哪隻牌子可以安樂買這些主觀的東西 就留給你自己決定啦 選了一大輪之後,我買了這部百零牌的低價機 功能和價錢都好入門級 水箱容量2.5升 有5種溫度和4種出水量選 沒有過濾都沒有凍水功能 只是一部好冷基本的積熱水機來的 今次都是拿這部機做例子示給大家看 影片主要是想告訴大家選擇積熱水機有什麼要留意 希望大家看完買到一部合心水的啦 溫度方面可以選擇 就這樣寫而已 是說98度出來又是否真的是98度的呢 我在部機裡進了室溫水 用各種溫度分別針杯250毫升的 同時黏著溫度計來探一下熱 98度這杯最熱的下只是到82度而已 另外45度,65度,85度針出來 都比它聲稱的溫度冷些 溫度升得越低,不差就越少 45度和65度針出來,水溫都算近況 雖然有被部機騙了的感覺 但它不夠熱得來,我都要接受到 不知你們家的水機又夠不夠熱的呢 不少職熱水機都會標榜自己幾多秒出到熱水 按這部最熱的98度水的 大約5秒就會開始出水 但比起多久出到熱水 用來覺得出夠一杯熱水要多久 反而更重要些 加因對於用開水壺 或者Office禁我飲水機的人來說 這些職熱水機出水真的慢很多 通常針的水越熱 出水就出得越慢 Z98度250毫升的 針完要54至55秒左右 針杯45度250毫升的 都要51秒 我平時多數一次就針 整支45度500毫升的水慢慢喝 計落要over分半小時才針完 看了這麼多部機 好像都沒有說針杯水要多久 如果你家裡都有水機 不妨計計時某個月告訴大家 針多熱幾多要多久 我都好想知道哪部出水出得快些 針杯水要一分鐘 我真的沒那麼有空看著針 通常按完出水就走開轉頭才拿的 所以職熱水機有什麼出水量選 真的好難重要 大家選的時候都可以想想 你平時多數一次過針幾大杯水 部機有沒有適合你用的setting 等你不用斷開按兩次 例如我就掛針500毫升的 如果部機只有100 200和300毫升就很窄勢 你可能說有連肉出水 針幾大杯都無所謂 但用落就知道 你忙頂著牙伯蛤蛤蛤蛤 在這裡乾等有多猛 等等下猛到走開 想著它蛤得那麼猛慢 轉頭回來按停去剛剛好 經驗告訴我 你不會每次都那麼好彩 停不設同記得 其實經常都發生 你未必聽得出我抹過多少次水 但你都要記住 即熱水機有什麼出水量選 真的好難重要的 這部可以選的出水量有150毫升 250毫升 500毫升和連續出水四種 可能因為安全問題 連續出水只是可以出常溫水的 其他溫度的話 就硬吃要你選幾大杯 有些機就算是大滾水 都可以連續出水的 如果有這樣的需求 買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見它溫度都騙夠我 我又怎會相信 它挖出500毫升真是比足我先 我設不同溫度不同出水量 用量杯量量一下它準不準 結果它好冷闊路 試了所有setting 出的水都比它聲稱的多 針不同溫度 250毫升出來 都有差不多300毫升 在150毫升 針最熱的水 出來大約是175毫升 98度針500毫升的 就量到600毫升 其實給多都不是好處理 因為如果我的杯 夠了250 你給300我的話 三分鐘又流到一地都是 拿來沖飲飲 多水太多又會混淡 你們家的水機出水 又會不會給多給少你呢 有涼杯的 試下量再留言告訴我 除了剛剛講過的基本功能 即以水機的水箱 都是選機的其中一個考慮的點 除了裝到多少水 夠不夠你喝之外 買之前 記住留意一下怎麼入水 因為用來 入水這家東西 你會天天做 好像我這些水怪 一天還要入幾次 水機的水箱 通常都可以整隻拔出來 方便你洗之餘 還可以讓你拿開入水 拆到出來還拆到出來 我就建議選擇這些 常揭式一開就可以直接倒水 加恩之前用那隻 無論如何都要整個水箱抽出來 一天入幾次 真的有點麻煩 加滿水之後 水箱又重 要托回去又是力離 如果你怎樣都要 抽個水箱出來 才加到水 例如要去水後 直接倒水 都要考慮一下 那麼大個水箱 滿水之後 你清不清得起 這隻水箱是大口仔 倒水滿一點 激動一點的時候 都會彈水 上箱入水洞小一點 有東西蓋一蓋 會彈得沒那麼誇張 大家選擇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一下 話說這部機 我沒見過實物 都是上網按的 一拆一下 心真的來一來 它的出水口 同部機很質疑 選擇機的時候 在Spec 很多都沒有寫出水口位置 有些機的出水口 可以伸長縮短 不過大部分機都沒有這個功能 如果你用的杯 或者水樽雕轉一點 最好看一下實物 或者有實際尺寸 才好落手啦 除了出水口有幾出之外 部機擺到幾高的杯 都是要留意的東西來 我用開水樽 新舊兩部機 都要拔走個摺水盤 才放得下 水樽入水口又小 所以擺不正就好容易漏水 而很多時的水機 都不如你用奇形怪獎的容器 買之前 記住看一下新機 擺不擺得下你的杯 或者水樽 打算煮飯拿熱水用的 又要看一下 放個煲 放個涼杯下去行不行 擺定了 站不站得穩都很重要 因為用來 你真的不會一直 撐著一隻杯 看著它便宜的 現在不少機都是輕觸式的 有些機沒有那麼敏感 不是每次都得到你按什麼 好像我家的空氣清新機 整個天都無事我真的好敏 隻手乾一點 連色機都關不得到 這點我用兩部即熱水機都沒問題 用來都算暢順的 但做Research的時候 見有買過其他機的客人 留點這樣的評價 所以在這裡都提一提 這些水機出到熱水錄得死人 所以多數都有安全鎖 這部安全鎖 預設長開無得適 每次都要按三秒開鎖才開機 部機閒置一分鐘就會自動鎖機 之前媽人排那部 就要特地按才關鎖 如果你家裏有小孩 可能覺得安全鎖長開會穩陣些 好像有這裡 只有兩個大人的 就覺得每次都要打鎖 有點嚇人憎 這部百靈牌的沒什麼技性 次兩次都要由頭挑起 即是針像暖水 就要按解鎖 水溫水量和出水四顆鍵 喝完再針的又要再按四下 之前媽人排那部 針完會記得你 對上一次針幾大杯幾熱 叫醒部機之後 直接按出水鍵 就會重複針多次給你 加起來只是按兩下 雖然這點好像很mina 但用了有技性的機 真的方便很多 有些東西真的換了機才覺得有意思 之前媽人排那部 無論是按鍵 出完水 沒水還是要洗機 都會嘟嘟聲提你 我不知道有沒有叫他收聲 至少我用了那麼久 都找不到靜音鍵在哪 這部新的 不曉得出聲 出完水還是沒水 都是咬閃一下就算 而且它沒有屏幕 有時那時 不像有些機感 會騷錯誤一下 給你找原因 不知你們又喜歡這部機 吵點還是靜點呢 雖然有時老公 睡覺的針水 嘟嘟聲都不好意思 不過用來 我自己就喜歡 沒水式叫救命的機 多點了 百靈牌這部入門機 不止沒有洗機提示 它是連洗機模式都沒有 跟說明書指示 要除夠的 就要混合500毫升水 和30克檸檬酸 倒入水箱之後 用98度出水去 然後換清水 出多3次 98度500毫升 就要洗完的了 之前媽人排那部有除夠模式 入了水和檸檬酸之後 會自己溫 表面看都是狂出熱水 中間它有沒有幫你 順手浸一下裡面的水管 我就看不到了 現在不少水機都裝了燈在出水口附近 這部代機模式那時候 只有安全鎖製著燈 磨黑針水就要先解鎖 先 按摩了之後 燈就會著的了 不要想著它很光 它只能夠你把杯子放進去 看看可不可以 我好少磨黑針水 有沒有燈對我來說都沒什麼所謂 有這個需要的 不知道又覺得它夠不夠光呢 本來想著這條片幾句就講得了重點的了 誰知吹吹吹吹到那麼多出來 說的全部都是用過兩部水機之後 覺得買水機值得留意的東西來 因為好多用來才知道重要的Spec 例如出水溫度和份量準不準 出水出得有幾快 又或者擺杯的位有幾高幾闊 好多機都捨得不清然坐感 如果你家中有用的水機 又有空檢查一下 不妨量度下留個燃造覆覆人群 正所謂 善有善報 福有有歸 嘻嘻